去博物馆里面打卡,一般第二篇章都为青铜器,也是大家最喜欢待的地方,因为上古的青铜器不但精美、神秘,而且许多都是正馆之宝。 博物馆里青铜器的数量更彰显了当地的文化和底蕴,为了让大家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可以瞬间念出青铜器的名称,达到在小伙伴面前装13的效果,所以专门制作了新手村系列。 这里建议喜欢逛博物馆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截图收藏,在新手村教学中,顺便看看这些宝贝是不是来自你的家乡。 青铜器基本可以分为礼乐器、杜梁痕、钱臂、福喜、福玉器、古兵器这六种,当然还有那些奇奇怪怪不知用途的神秘青铜器。 青铜鼎盛时代,从夏一直延续到战国早期,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,礼崩月坏,铁制品开始霸占市场。 到了东汉末年,陶瓷器又把青铜日用品从生活器物中也顶了出去,而兵器、工具等几乎已经被铁器全部霸占了。 在今天的新手村里,介绍为青铜鼎盛时代的礼器也是最难念的,念对最容易装13成功的部分。 礼器按照功能可分为石器、酒器、水器这三大类。 首先介绍的便是石器,第一便是顶。 这个大家肯定都见过,就是古人用来煮肉装肉的。 顶有三族圆顶和四族方顶两类,有些有盖,有些没有盖。 三族的下面便是添加柴火煮肉用的,两只耳朵是用来把持的。 顶是传国重器,是国家权力的象征,是青铜文化的代表。 所以只要是顶的发现,基本都是国宝级别的。 其中最著名的王者青铜鼎有1843年在陕西齐山, 经为宝基市齐山县出土的茅宫顶,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 1890年在陕西福丰县法门镇任村出土的大客顶,现藏于上海博物馆。 1933年安徽寿县楚幽王墓中出土的祝克大顶,现藏于安徽博物院。 1939年河南安阳五官村出土的后母物方顶,现藏于国家博物馆。 以及还有大鱼顶,紫龙顶,太保顶,纯化大顶,中山王,铁足铜顶,大和方顶,都是各地的镇馆之宝。 利和顶的功能几乎是一样的,都是用来煮肉的。 它们的区别便是利的足部是中空的,顶是时新的,足部中空后煮肉便可以增加受热面积。 这应该算得上是吹具了一种智慧型进化了吧? 那些上古的神利友,1901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斗鸡台的师尹利,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 1974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局琉璃和遗址墓的博举利,现藏于北京市首都博物馆。 盐,这个呢是古代的蒸汽,整体的造型便是在利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铜锅。 铜锅与利之间用带有很多小拱的铜片隔开,这个铜片叫做排。 使用的时候在利中放水,盐中放入食物,加热后水蒸汽通过排将盐中的食物煮熟。 试说心语中就记载有这样的故事,讲的就是一位仙人用盐蒸饭的时候忘了在中间放入隔片,结果将饭煮成了粥。 名气最大的盐有,1976年河南省阿阳市殷须富豪墓中出土的三连盐,现藏于国家博物馆,以及四舌方眼,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 豆,这种器物是盛放烟菜、肉酱和调味品专用的,豆的造型类似高足盘,尚不成圆盘状,盘下有饼,饼下有圈足。 有名的豆比如,1935年河南极县山标镇出土的战国嵌松石银文方豆,现藏于河南博物院。 1965年在长治市分随岭出土的战国错经奎文豆,现藏于山西博物院。 鬼,围成蜀祭之器,就是古代装饭用的,诗经中曾有记载,与我呼,美食四鬼,这么大四盆简直太能吃了。 鬼与鼎一样,属于先秦时期最重要的礼器之一。 在祭祀的时候,鼎和鬼的数量直接与贵族的等级挂钩,这个相信大家在逛博物馆的时候,不论是镇岛还是野岛肯定都讲过。 天子用九鼎八鬼,诸侯七鼎六鬼,大夫五鼎四鬼,原是三鼎一鬼。 有名的鬼比如,1976年出土于陕西灵同县灵孔镇的丽鬼,现藏于国家博物馆。 清朝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梅县,现为宝鸡市梅县的天王鬼,现藏于国家博物馆。 1978年陕西省浮丰县出土的丽王鬼,现藏于浮丰县博物馆。 斧与鬼一样,都是装饭用的。 鬼与斧的区别便是,鬼为圆形,斧为方形,并且有盖,盖上有足,打开变成两半。 这样的造型便可以吃多少装多少,不会像鬼那样直接给你一大碗米饭造成尴尬了。 有名的府比如,1956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时上村岭出土的国硕富同府,现藏于三门峡国国博物馆。 1963年在探安肥城小王庄出土的相守文青铜府,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。 许,同样也是装饭用的,许属于鬼斧的复合体,方形圆角,这样吃起饭来便不会出到嘴了,而且吃起来也会更方便不会漏嘴了。 有名的许比如,1990年三门峡国国木出土的国际青铜许,建藏于河南博物院。 队,这个呢也是用来装饭用的,这个气型产生比较晚,最早建于春秋中气,气盖与气身扣在一起成了一个球,盖子上又足,这个算是晚的最终进化形态了吧。 应该是怎么吃怎么方便,终于可以抱起来狼吞狐咽了。 有名的队比如,上海博物馆藏的镶嵌三角云文青铜队,湖北省博物馆藏的战国青铜队,上面的这些青铜器便是石器,经过慢慢的演化,基本上成了我们现在吃饭的工具。 下面的呢就是酒器,首先是尊,尊是最重要的大中型陈酒器,就是专门用来装酒的,尊在汉语汉字中分量很大,可见古人对尊的重视,尊基本为原型,还有很多结合动物造型的青铜酒器,也统称为尊。 著名的尊有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财镇碳河里遗址的四阳方尊,现藏于国家博物馆。 1957年在安徽富南县出土的龙虎尊,现藏于国家博物馆。 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甲村镇,建为宝鸡市城仓区出土的河尊,现藏于宝鸡青铜博物院。 山西省陵墳市曲沃县和益城县交界处的镜猴墓中出土的镜猴鸟尊,现藏于山西博物馆。 磊,这是诗经中常常提到的酒器,磊的容量一般来说要大于尊,属于超级酒坛子。 著名的磊友,1919年在湖南省桃园县七家河出土的商敏方磊,现藏于湖南博物院。 1980年四川彭州市彭县出土的相守耳寿面文铜磊,现藏于四川博物馆。 湖,这个真的是为数不多,沿用到现在还叫湖的湖啊,同样是装酒的,上面都是酒坛子。 到了这里算是酒瓶子了吧。 著名的磊友,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镇李家楼镇宫大墓的莲鹤同方湖,现藏于河南博物院。 1982年出土于江苏省须移南瑶庄的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虎,现藏于南京博物院。 友,同样是酒器,加上盖子和提凉,便可以走到哪喝到哪。 著名的友之神器友,1981年陕西宝基竹园沟出土的博格友,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。 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的鱼友,现藏于首都博物馆。 蒙虎识人友,这可是流逝在日本京都全屋博物馆的华夏重要神器。 宫,除了可以陈酒,同样也可以用来饮酒。 通常结合各种神兽造型,整体都异常的可爱迷人。 著名的神器工友,1959年出土于山西石楼县桃花者村的龙文寺宫,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院。 1977年在衡阳市出土的商代牛宫,现藏于湖南博物院,以及还有南京博物院的萌萌小宫。 绝,绝一般前有刘,刘就是往嘴里倒酒的。 后有尖锐尾部,中间为碑,一侧有盼,下有三足,碑口有两柱。 神器爵有,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木出土的富豪爵,现藏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。 复兴爵国内有两件,一件是藏于山东省恒台博物馆的商代复兴爵,另一件是藏于陕西省周园博物馆的西州复兴爵。 爵,这个字也念爵,和爵造型差不多,没有柱,前后结实尖角,而且大部分都是带盖子的,一般是下级官吏和平民喝酒用的,所以出土极少。 这样的造型除了喝酒更方便,应该也更利于保温吧。 神器有,1986年在河南信阳湿河岗出土的陈兆柱童角,现藏于河南博物院。 甲,甲和爵也很像,三足两柱一胖尔,区别就是没有柳,整体是圆形的,感觉慢慢的已经快进化成杯子了。 神器有,1973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山县赫家村出土的凤鸟柱童甲,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。 1983年安徽省同龄西湖乡出土的饕贴文甲,菇,同样也是酒器,不过有学者认为菇只是祭祀礼器。 菇很像我们现在的花瓶,宋代之后很多收藏家都用菇来插花。 目前出土的青铜菇没有一件是自名为菇的,反而有一件自名为铜。 所以这个远古花瓶到底叫不叫菇并不能完全确定,神器有1985年肥西县上派镇出土的富丁四乳寿面娇叶文青铜菇,现藏于肥西县文物管理所,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雅鸟出几菇。 智,智是一种典型的饮酒用器,一般尺寸都不大,可以轻松地用双手举起或捧着用最潇洒的姿势饮酒。 礼记中便介绍了智和角,尊者举智,卑者举角。 萧文同智,传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,目前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。 魏夫乙同智,20世纪50年代初出土于河南安阳,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。 和?这个其实说不清楚的到底能不能算在酒器里面。 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它是用来调和酒味的,因为说文解字中有说和调味也。 但是陕西曾出土同晋的时候,上面陈列一尊,二友,一绝,一孤,四智,一角,一甲,一和。 和和他们在一起,所以大家都是酒器。 其实这个东西怎么看都是茶壶的模样,应该算得上是茶壶的老祖宗了吧。 和之神器有,鸟盖人族同和,1992年山西曲卧县静侯木出土,现藏于山西博物院。 吴王夫差和,由赌王和鸿生的堂弟和鸿章出资120万元买下,并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。 以上这些都是博物馆里常见的酒器,这完全可以看出中国人是多么的爱喝酒,并且喝得多么的精致。 最后是水器。 盘和鸿,这两东西应该是兄弟,经常携手出现,是古代贵族在参加祭祀和宴会时专门用来洗手的工具。 古代贵族洗手是非常讲究的,用青头鸿装水,泄水与手,底下用青铜盘来接洗手的污水。 那些出土的国宝盘役兄弟友,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基陈仓区的国际紫白盘,现藏于国家博物馆。 1978年在湖北隋州曾侯以墓出土的曾侯以青铜村盘,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。 2003年陕西省宝基市梅县常兴镇阳家村出土的来盘,现藏于宝基青铜器博物院。 和?用途不明,古人有说是酒器,但是经常与盘役一起出现,所以定型为水器。 这个造型不管是审美还是实用性,都挺符合现代人的习惯的。 神器何有?1982年绍兴坡堂狮子山春秋晚期墓出土的玉尔金河,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。 太原是金圣村赵清墓出土的奎龙文河,现藏于山西青铜博物馆。 剑,收文解字中有说,剑大盆叶,就是一个装水的大盆子,冬天可以热菜,夏天可以做冷饮的神器。 这个咱们在安徽博物院里面有详细介绍了吴王光剑。 另外的神器还有曾侯以青铜兵件,藏于国家博物馆。 这三样就是青铜水器,加上酒器和石器一起组合成了青铜礼器,其实就是用来装菜的,装饭的,喝酒的,喝水的。 从这也能看出中国的美食文化和礼仪文化是有多么的渊源流长。 总感觉自己今天在介绍一档美食节目,不知道大家记住了多少,其实也没有多少字,只要你能全部记住,相信你在游览博物馆内青铜礼器的时候,一定可以横着走。